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进阶课程算法与应用课的第五节的内容 那么在前两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深度学习用python编程语言环境下的一些常用的package的安装以及环境的配置 我们以这个之前最早的这个Ciano为基础 安装了这个Ciano,还有pylearn2,还有最终我们安装了这个Ckit,Neural Network 好,那么从本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正式来介绍深度学习里面的算法 我们会结合介绍这个理论上的算法以及如何应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呢,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手写数字识别开始讲起啊 给大家简单的开始介绍这个深度学习里面的算法 那么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这个配置环境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这个dataset,这个数据集叫做Minist Dataset 它是一个手写数字识别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写数字识别 它是如何通过这个Neural Network神经网络算法来识别的 以及这个Perceptron,就是说我们这个深度学习里面的一种基本单元 神经元它的定义 好,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关于这个识别图像呢 我们研究的是这个深度学习里面的一个应用 是用这个计算机来识别图像 那么我们这个人脑怎么来识别图像呢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Neural Network也就是说 神经网络算法它是从人脑的这个结构作为灵感而开发出来的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深度学习这个泰斗级的人物 这个Jeff Hinton他研究了三十多年 一直是研究这个深度学习Neural Network也就是神经网络算法 直到近六七年深度学习才在各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人怎么来识别这个图像 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到下面这一串数字 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简单 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 这个识别这一串手写的数字 阿拉伯数字非常容易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很轻易的认识出来 这是504192几个数字 但是呢 其实呢 人脑在我们在识别这串数字过程中的 人脑是经过了一系列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啊 这我们这个门课毕竟不是这个 这个神经人脑的这个神经网络学 但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神经网络的算法的由来 那么我们人脑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 因为我们人脑非常善于在这个视觉上来识别一些图像和一些规律 把它可以抽象成一些高层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多么难 所以说人脑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视网膜啊 接受出来这个视觉信号以后呢 我们传到大脑里面以后我们看到啊 大脑人的大脑皮层 我们这个有很多皮层 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这个V1这一层啊 Vortex1这一层呢 它是负责来处理这个视觉 视网膜传进来的这个信号的 那么这个大脑视觉皮层呢 要包含一亿四千万以上个神经元啊 这里面的包含有数百亿个链接 光这V1这一层大脑皮层这一层啊 大家可以想象有这么多神经元 有数百亿个链接 而且呢除了这层呢 我们还有V2 V3 V4等这个大脑皮层啊 人的大脑我们想从这个原类进化过来 是进入了这个几千年的进化啊 所以我们人脑在这个对于这个看到图像方面 我们是非常善于很快的把它可以抽象成一个概念 比如说这其实是一些像素点 但是我们马上可以认出来它是5 第二个数字是0第三个是4 但是呢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我们人脑非常善于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容易一件事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比如说人脑在V1这个层接受这个信号以后 它可以简单介绍一些简单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边边角角和一些像素级别的这种理解这种信号 然后再通过一系列传递到V2 V4 然后把这个信号可以抽象成一层中层的信号 比如说它有一些框框呀边边呀 然后再到高层的话是叫high level object description 就是说我们能够大概抽象出来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意义 它的语义上是什么意思 比如它是一个人脸呢 是谁的人脸 是谁的脸呢 还是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人脑有这么几千年的进化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ep learning它的基本这个结构 其实它是由这个neural network 也就是神经网络算法的演变而来的 那神经网络算法呢 它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 模拟人导的这个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网 有一个网络的结构 在第一底层的时候呢 我们一进来的信号呢 其实是一个最小单元的信号 对于图像来说呢 它就是一些pixels 就是一些像素啊 这个大家介绍一些背景知识啊 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图像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矩阵 一个matrix 对于一个彩色图像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三层的矩阵 比如说这个图像 它可能是 这个矩阵 它可能只有 我们简单说 就是假如说它是很小的一个图的话 它又是个4乘4的这样一个图像 那么它这样有44 16个像素点 每个像素点的值呢 是从0到255之间 所以任何一个图像呢 我们把它在数学上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三 如果是一个彩色图像呢 它是一个三层的一个matrix 一个矩阵啊 然后分别是这个RGB R就是这个red G就是green 就是红色绿色 B就是blue 就是蓝色 三个这个三原色 这个三层上分别有一个矩阵 然后呢 我们这个 用来的work呢 其实是 就是类似啊 大概的跟这个人导的这个信号传递 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在输入层的时候 我们之前在这个 生的机器学习的课程中 给大家讲过这个 这个 神经网络的结构啊 给大家简单复习一下 就是说我们传入的层呢 它是一个 输入层 它是一个对图像来说 它就是一些像素的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经过神经网络传递在下一层呢 可能会学习出来一些 比如说边缘呀 这样一个信号 再在这个边缘的下面一层 可能就会学到一些这个 部分信号 比如人的眼睛呀 嘴巴呀 鼻子呀这些 然后在最上一层呢 就会建立起 学习起这个整个的这个物体啊 object 越来越high level 越来越抽象的一个概念 就跟有点像 我们看大脑里面啊 这个 就是说这个视网膜 它的 信号传递来以后呢 它接受的是这个 像素级的信号 在大脑这个神经网络传递中呢 它可能有V1这一层大脑P层 它可能能够处理的是这个 理解的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边缘性的这种 信息 然后在这上面一层这个V2呢 它可能就处理一些 简单的原始的形状信息 在V4这层 它处理的是这个high level 就是说它是比较高层的这个 可以把它抽象出来 可以看到 看清楚这个物体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椅子 还是一个人呢 还是一个桌子呢 还是一个车 所以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计算机识别图像非常难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因为不是每个同学都有这个图像的背景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任何图像 我们人眼由于非常善于 识别这个图像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物体 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有任何难度 但是呢 对于计算机来讲呢 它是比较有难度的 举例子 比如这个车吧 我们看到一辆车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车中间 截取一小块这个图像啊 但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 它看到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矩阵啊 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点 它的明暗 一个数值代表它的明暗啊 0到255之间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看到其实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 它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矩阵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假如说这个光线稍微变暗一点点 或者变亮一点点的话 那我们这每一个矩阵上的值都会变化 那我们怎么能够抽象出来一种方法 能让计算机去理解 就是说我们要所指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说这个车是什么样的 能总结出一个规律呢 其实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近20年来 这个computer vision和image processing 就是说这个机器学习 就是这个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方面的这个研究啊 研究人员啊 学者啊 一直在钻研 就看似大家人脑觉得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 我们经过这个20多年的研究啊 就是这些学者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啊 也才达到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智能化 比如说对人脸识别进行比较成熟 但是对物体的话 还有很多方面的精确度 还需要提高这样一个程度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一组数据啊 这个图就是从这个minus的dataset来的一个范例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啊 每一个小图 它就是上面有一个手写的这个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人很容易认识 这每个数字是什么 是几 0到9之间的几 但是是因为我们人脑的复杂性 刚才我们大家解释过了 也是因为这个人脑经过几千年的进化 我们看了很多很多数字 所以很快就能认识出来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对于算机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些像素点 如果你一个边缘稍微变一点点 就稍微扭曲一点点 它可能都这个像素 周围的像素都会变化 所以怎么能让写程序 让程序能够自动识别出来 根据每输入的每一个图片 再识别出来它上面的数字 手写数字是几 这件事呢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积的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再放大一点 比如说其中的某一个数字9 我们看到再放大一点的话 假如它是 其实是一个28x28的矩阵 我们看到 每一个小方格就是一个小像素点 这个9放大了以后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假如说稍微变一点点的话 这个像素点就全变了 所以呢 如何让计算机能够识别出来这些数字 我们就要借助这个机器学习 尤其是深度学习的算法来 来理解 来设计一套这个学习的这个策略 好 那么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基本概念 叫做神经元 神经元就是这个neuron 英语 什么神经元呢 在这个人脑中的神经元 就我们不去做深刻研究 但是在这个 这个neuron network神经网络算法里面 这个神经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输入 有三个值 xc x2 x3 然后我们经过某一个方程 一个黑盒子呢 这个出来的有一个输出值 对吧 好 那假如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目前我们为了让问题简单 我们先暂设所有的这个xc x2 x3 它的输入值 它每一个值它都是0或者1 只能是0或者1 然后这个输出output 它也只能是0或者1 然后我们定义这样一组方程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输出等于0或者1 只能等于0或者1 什么时候等于0呢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我们看到这有一个submission 有一个求和的就是 这个weighted sum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x1 比如说x3的话就是w1 w这里代表一个weight 就是一个权重 就是权重 第一个权重乘以x1 加起来这个总和 它如果我们比我们事先定义的这个threshold值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这个预值啊 我们预先定好的一个预值 如果它的就是权重乘以对应的这个变量 它们的乘积的和如果小于我们预先定的一个预值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我们就让这个output输出就等于0好 那么余下的一种情况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刚才我们说的是小于等于的情况啊 这个如果是这个x 就如果是这个乘积的和大于这个预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输出等于1 这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方程啊 也比较好理解 那么当然这个等于号 有时候我们可以归到这个大于里面也可以啊 就是说小于的时候是一种情况 然后这个大于等于threshold的情况 我们就是把它output定义为1 好吧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模型来怎么来应用呢 这个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但是来说明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赋予一个实际意义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说 比如我个人喜欢踢球 那我用踢球举一个例子说我们今天去不去踢球 好 那这个去不去踢球 就是去或者不去对吧 把它作为一个输出 也就是作为这里的这个output 那么去不去踢球 它可能取决于很多因素 但是我现在这里来简化一点说的话 就是这个可以可能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是吧 三个因素 第一呢就是天气冷吗 天气冷不冷 它就对应的就x1是吧 天气如果是冷的话呢 那这个x1呢就等于0 天气不冷的话就等于1是吧 然后呢有一个好友 比如经常给我打配合 他这个踢球踢的比较好 他如果去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第二个因素就是说 跟我常配合的好友去不去踢球 对吧 他可能就是x2代表的这个变量 那么他如果去x2就等于1是吧 他如果不去x2就等于0 那第三个因素呢说 这个踢球的时间安排的是不是在犯钱 是吧 因为我可能觉得这个踢完球了以后 在吃饭比较好 吃完球犯了以后 在距离运动可能不太好 对不对 所以他如果是在犯钱的话呢 我就叫x3就等于1 如果是在犯后不是在犯钱的话 那x3就等于0对吧 所以现在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程来算出来 我今天是不是需要去踢球 我制定一套规则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这个权重呢是什么意思 这这里面就我们自己定义是吧 就比如说哪个因素对你更重要 比如说啊我这里觉得 呃我跟好友去不去 我觉得最重要 他如果去的话 我觉得踢球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定这个权重啊 咱们就是说在这里 假设一个值等于6 那么这个天气冷不冷呢 不是那么重要 反正就是说有一定重要性 所以我就他w1就等于2 就w3呢 也就是说第三个因素 他对应的权重 那w3呢 啊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他比天气还重要一点啊 是不是犯钱 我不想就是消化不良 或者说得兰尾炎 然后呢我就觉得OK 那他等于3吧 我们就定三个数字 这都是提前定好的啊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预值也是需要提前设好 我们假如说是等于5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定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来算一下啊 假如说今天天气是比较冷 大家注意到这个冷的话呢 我们就定义为0 因为冷是我觉得不愿意去踢球的因素 所以天气比较冷的话 我就是x1等于0 对吧 x1乘0的话乘以w1还是等于0 加上我们算一下这个值哈 x2的话 他说跟我常配合的好友去不去踢球 好假如说我的朋友说告诉我他说他今天会去踢球 好那么x2的值就等于1对吧 x2值就等于1 x2值等于1的话呢乘以6 就等于6对不对 然后第三呢就是是不是犯钱 结果不是这个 犯钱他是犯后是吧 所以x3就等于0 那0乘以3呢还是0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0加上6加上0 最后结果是多少 就整个这个核他多少 他是6对不对 6是不是大于这个预值呢 预值是5对吧 6大于5 所以这个输出等于1 等于1什么意思 就决定我去踢球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 就是他就是一个神经元的这样一个定义啊 但是现实中的这个模型比这复杂很多 我们只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来形象的解释一下 这个神经元的概念怎么理解啊 实际的模型他可能更加复杂 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决定 或者我们来模拟一些现实中的一些规律的时候呢 他可能网络可能是这样子的 或者他更加复杂 我们看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但他决定的每一个input的输入层呢 他可能只决定下一个隐藏层 就中间层的一个一个神经元 这个每条线的代表一个方程是吧 然后这几个值呢 共同在决定这个输出的值 他现实中的这个模拟现实中的这种各种这个模型呢 他可能的复杂程度 要比我们之前举这个例子要复杂的多 对吧 好 那我们下来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 刚才呢 我们用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下 我们把这个方程稍加变形 我们可以转化成一个这样一个形式啊 就是说我们假议定立一个定一个新的变量 叫做币啊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这里面这个币 这个币呢 他其实就是说这个bias啊 就是这个bia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之前我们把这个 不是定有一个这个threshold的这个这个预值吗 我们假设把这个预值 假设我们把这个预值 定义成-b的话呢 我们把它挪到等式另外一边 我们是不是这个方程转化成这样一个形式了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output啊 输出如果是 0 那么我们就是wx加b是吧 b本来在方程右边 就是说这个output这个threshold的预值它等于-b 我们挪到等式左边 就是不等式左边 不是成了wx 就是w 我们把这个w啊 这块就是可以代表一个向量 因为我们这个输出 就是输入的这个x 有多少个x我们不知道是吧 它的这个权重有多少个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把它更加广泛化一点 就是说这个w呢 它现在是一个向量是吧 x也是一个向量 那么它们俩的这个点乘 就是说分别对应的 就是等于说 比如w它是一个三维的 w1w2w3 x是x1x3 这就证明w1x1加上w2x2加上w3x3 跟我们之前写的方程其实一模一样 只不过它是更广泛化 然后呢 这是它们俩是向量 这个b呢和刚才这个预值的关系 就是b就等于负的这个threshold 负的这个预值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b挪到 把这个threshold用b替换以后 挪到那个不等式的左边 我们就看到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w和x 它这个点乘的乘积加上b 如果小于等于0呢 我们就 是吧 如果小于等于0呢 我们就认为这个 如果它如果小于等于0呢 我们就认为这个output等于0 如果这个点乘的这个乘积加上b 如果大于0呢 我们就output 就等于1 其实跟刚才那个公式一模一样 只不过做一个简单的替换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 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神经元啊 它也是可以相当于一个雨飞门 雨飞门什么意思 有些学过电路的人 可能同学可能明白 或者说可能听说这个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nand gate 也就是说电路里面 它都是有一些门嘛 雨飞门 就是说比如说当输入是00 输入是01 输入是11 输出10的时候它输出分别对应哪些 那我们可以定义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神经元啊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权重分别是负2和负2 然后有一个x1和x2 然后这个3呢就代表这个bias 就是说我们之前所指的这个b啊 这个b代表了一个偏好 就是说我们这个需要 也跟这个预值的关系 就是一个负的预值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大的这个偏好 才能让这个等式跨过这个雨门 让它等于1啊 那么我们看到啊 假设我们这里面的b等于3的话 那假设我们这里输入的x1和x2分别是0和0的话 我们套这个这个神经元的新的方程里面 我们可以算一下对吧 负2乘以0加上负2乘以0 再加上这个3对吧 加上这个b等于3 那么3呢它是大于0的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啊 之前这个方程啊 之前这个方程 对吧3是大于0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输出输出就是1啊 这打错了个字这是输出啊 然后呢如果我们的输入是1和1的话呢 1乘以负2加上1乘以负2 那就是负4加上3的负1 那小于0 所以我们输出就是0 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雨飞门的概念啊 就是说输入是00的话输出就是1 输出如果是1的话输出就是0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有意思一件事 就是说神经元这个方程 它可以和雨飞门等同 那么从这个数学的定义来讲的话 这个雨飞门啊 只要有我们雨飞门定义的话 我们可以模拟出任何方程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neural network 它的神经网络这个系统非常的 这个powerful 就是非常厉害 就是说因为它可以模拟 就有很多很多神经元 或者说雨飞门组成的这个方程的话 它其实可以模拟出任何的方程 不管你是线性非线性的 还是怎么样的方程 比如说我们这样是另外一种结构 更复杂的一些结构 对吧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神经元的概念啊 这个sigmoid 它是一个一种function 神经元的其中一种function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到刚才这种方法定义 其实也可以表现出来它的一定的这个方 它的这个目的 对吧 就是其中一个因素 它会影响它最后的这个输出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说我们想一下 假设这个其中的这个x1 它如果变的稍微变一点点的话 它也可能就让这个输出完全变了是吧 就是说增大一点点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x2它变成1的话 或者从1这个x2这个从1变成0的话 我们最后结果可能就是成0了 就小于这个5 就不去踢球 所以对于这个输入的一点点变化 都会影响输出的很大变化 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程来模拟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就是说有一点点输入变化 它对输出的这个变量影响会很小很小 这样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法 一个理想的一个模型 所以呢 为了这个模拟 就是说更细微的变化 就是我们输入和输出 假如说都输入的变化 影响输出值的一点点变化的话呢 那么我们需要稍微做一些更改 对刚才我们这个模型 什么样的更改呢 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我们输入和出出啊 它都必须是0或者1 要么是0要么是1 就是两个值之间来取 但是呢 我们为了让它的渐变 可以就是可以更加 就是变化更加变成渐变逐渐一点 不是那么突然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定义稍微改一点 也就是说为了模拟更细微的变化 我们把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值啊 不只是0或者1 它可以是0到1之间的任何数 它可以是0.1 0.2 0.33 0.45 0.99 0.991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从一个01之间的一个两维的这样一个变化啊 就是binary 就是两个值的变化变成了无数个值的变化 而且它是渐变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就首先把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值的定义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叫sigmoid function 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首先我们看这个方程定义 就是说在这个第一个方程里面啊 这个这个z是变量是吧 那么z呢 它代表的是这个自变量 那么sigmaz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1除以这个1加上1的负z次方啊 那个z怎么定义呢 z呢 它是其实就等于一个 就是这个wj和xj它的这个相乘 两个向量相乘以后减去个b啊 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就熟悉的去看到这一步 就是一个自变量 它是一个git就是一个权重和一个自变量相乘以后呢 他们的g再加上一个b是吧 其实我们把z就等于wx它的乘积的和加上一个b是吧 因为符号我们只要可以提出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啊 这样两个方程就定义一个叫sigmoid function 那sigmoid function是一个图像上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sigmoid function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先看之前定义的那个 如果是wb乘以b加上这个 sorry wx加上b如果是大于0的话呢 要么就是1要么就是0 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step function的话 如果我们不值取01之间的值的话 我们的这个图像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说在z小于这个0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输出它都等于0 它y都等于0是吧 如果它方程值都等于0 如果一旦这个z大于0呢 它这个方程的值就总是等于1是吧 它只有01两种取值 那现在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sigmoid function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图像它是一个非常smooth 非常缓和柔和的一个曲线 这样呢它就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自变量 就是z上面只要变化一点点 我们的y变化也是很小的 就是一个纵轴上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sigmoid function所对应的图像 就是说如果自变量是z 然后这个纵轴的话 我们可以叫做y也可以叫做这个sigmaz 它就是这样一个图像 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就达到了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们要模拟 我们之前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方程的时候呢 我们用sigmoid function 这样的话当我们的z变得很小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y也变得很小 或者说叫sigmaz变得也很小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假如我们这里面的z就是wx加b 这个z呢如果变得很大很大的话呢 变得无穷大的话呢 这个方程值是无限趋向于1的是吧 它不等于但是无限趋向于1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对应下这个方程来解释一下 对吧 如果z变得无穷大 非常非常大的话呢 那e的负z次方 也就是说z的z次方分之1 z的z次方也变得无穷大 它分之1呢就变成趋向于0 那0加1分母就趋向于1 1除1就等于1 所以这个方程值就无限趋向于1 如果这个z呢非常非常小是吧 它是一个负无穷的话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方程值呢就是说 变得就是分母 它变得非常非常大 那么这1除以这个非常无穷大的值呢 它趋向于0 所以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非常柔和的来模拟出这个 x和y之间的变化关系啊 这样就我们称作这个sigmoid function 它也是这个深度学习中最核心的一个方程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方程的含义啊 这样就定义了一个sigmoid的神经元方程 那么后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深度学习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sigmoid function 来进行的 好 那么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面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Tiffany